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剛才有一件事我們都漏提了 就是他在戲中段有講到 他首先提出了引力的塔叔 後來這個變成了我們今天很盛行的名字就是黑洞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喻 為什麼呢? Openheimer自己的生涯 學習的生涯 都是好像黑洞 最先是一路膨脹出來 突然一下塔叔變成一個黑洞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喻 但是在科學上也成立 因為他的確是很早期他們和學生聊過這件事 只不過後來他自己沒有發揮 是的 是的 又要講講這句就是Openheimer自己 在那個學術領域的研究範圍的涉獄很闊的 就是在物理學裡面 他本身是化學讀過 然後他做的那個量子研究就是把量子力學放在化學那裡用 就嘗試解釋一個分子裡面的量子波含數 然後還有就是他竟然是和一些天體物理學的研究也有關 他做的那個東西是原子彈 裡面既有需要用到相對論的東西 也是高能物理的東西 也是粒子物理的東西 但是很有趣的 那個年代是很多這些多才多藝的人物的 你就算在戲裡面講到Erico Fermi Fermi教授做那堆這樣的高能粒子實驗 但是他自己在那個對於宇宙學那裡有他的獨特見解 甚至乎有觀眾也提醒過我 甚至乎他對於那個外星人研究 他自己也有一個有參與過的討論 那個是廢米的背論嘛 就是從統計學上我們應該是看到很多外星文明 但是為什麼我們見不到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背論 那我有答案的 但我們就在這裏講吧 好了 既然我們今天講了這個Operthammer 他對這個量子力學這麽大貢獻 那我們就繼續講這個量子力學 是的 那有些量子力學的新聞 我覺得這個星期都頗重要的 可以和大家講一下 其中一個就關於一些可能接下來是軍事上的東西有關 就是量子雷達的這件事 在這個星期應該就是法國的里昂大學那裡 其中一個研究小組他就發表了一個很簡單的 叫量子雷達的模型 那這裏大家如果不認識的 那首先雷達我想大家會明白是用來做什麼 他就可以幫我們可以離遠 在一個超市距的範圍就運用到電磁波技術 來偵測一下有沒有一些敵人的飛機去飛進來 那你用雷達就可以幫你周圍去問一下 又沒有其他古靈精怪的東西飛進來 那就是說顧名思義 量子雷達就是這種新一代的雷達 引入了這個量子的技術在裡面 那引入了之後是不是會好一些呢 理論上我們會認為 你的量子雷達在原理上是有能力做到 比起傳統的雷達是更加超越的 那在這裏又要很簡單提一提了 那傳統雷達的原理是怎樣呢 你的雷達本身有些信號射出去 如果沒有東西彈回來 你不會收到什麼 你只能量到周圍的環境的雜不甩的噪音 但是如果它是有架飛機飛過來 那你射出去的信號 它是被飛機反彈回來 你會接收回 那你可以憑分析反射信號 你就知道在哪個位置有東西 有東西用幾塊速度飛過來 那這個就是基本雷達的原理 量子雷達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引入多一個小小的細節 那就是這個小小的細節 就會令到我們可以把雷達的能力 就是改進得更加好 還有更加靈敏 還有甚至乎有人提到的就是 會不會是連隱形戰機都破了 那這裏又要提提了 那它量子雷達多了些什麼呢 就是它在那個發射信號出去的時候 它不是發射一種普通的信號出去的 它是會自己產生了一對的信號 其中一個出去了 另外一個就保留在自己那裏 拿來做參照 那它其實這個原理 也可以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它不只是把一個信號射出去 收回來就算了 它是將一對的信號 其中一個射出去 收回來 然後再跟原本還沒有射出去的那個 或者是自己保留的那個 來做一個參照 透過一個這樣的方法 來提升它的靈敏度 那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這樣可以提升靈敏度 那這裏容許我就跳一跳過 因為實際上 你是要走進去那個量子力學的運算來計算 你就知道它能夠給得到更加高的靈敏度 還有有機會就是把 甚至乎是連一個隱形戰機的信號都可以識別出來 但是這個是純粹停留在理論性質的 但是這個禮拜 我為什麼要拿出來說呢 就是終於第一次有人就 就是沒有算是公開的環境 就是在一個實驗室的環境做過一些比較 就發覺它有能力發展一個量子雷達的系統 是比起傳統的雷達系統的效能高了20% 那我就會說 這個算是一個量子雷達的第一步 就是開始踏出了第一步了 下一步未發生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們可不可以設計到那個量子雷達 它那個靈敏度 還有它實際應用能力 是可以真的擺在一個野外的環境 真的拿一些真的戰機來跟你做測試呢 那這個是未去到這個地步的 暫時還是停留在實驗室階段 明白 但是這個是由法國方面去發展的了 那這個是不是意味著就是 因為它是北弱的嘛 就是是不是這個西方的軍事集團 會接著會大量去投資在這個發明度呢 那這個也都可以對照回 就是在那個open armor裡面講的一件事情 它走去跟這個道路門講 蘇聯在幾年之內都會營發到核彈的 那道路門就說 沒有可能 它們永遠都不會有核彈 但是open armor想說的就是什麼呢 當時去研發這個原因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來的 是純粹是一個practical problem 就是理論大家都懂的了 就是爭在哪一個 就是遲早 他心裡說是任何國家 基本上如果他有這個意志都可以做到的 是 就怎樣去技術上克服其他的一些技術問題 是不是 這裡可以這麼說 量子雷達這件事情 我想台長你也猜到 其中一個很積極投入競爭激烈的對手 你猜到是誰 不用猜到一定是我們的祖國 是不是 的確是的 在這些量子雷達技術科技裡面 中國是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資源去做這件事 它做到多少我們還不知道 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堆量子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這次法國的研究裡面 他都提出了一些 就是說他講自己接下來要將它變成 一個軍事上能夠實用的器件 他還要克服一些什麼技術的問題 其中他就提到 當初你產生那些量子信號的時候 那個量子信號本身的純度有多高 那為什麼要提到純度這個概念呢 就是因為他開始要產生很多的 是糾纏了 是量子上面糾纏了的一對的這些信號 那如果有些糾纏了 有些糾纏不到 我想他這個純度高不高 就大約是在講這個意思了 就是說他能夠保留在自己拿來做參照的那個量子 能不能夠是繼續去很純淨地 保持著那個量子的關聯狀態呢 就決定到最後那個靈敏度高定是不高的了 那暫時他們的實驗環境裡面 就是他們實驗室環境 自己嘗試引入一些的噪音 這噪音就不是大自然環境的噪音 我說的噪音不是聲音 是那種電磁波信號的干擾雜訊 OK 他們自己嘗試引入一些人工的雜訊 來看一下就是他這套 擺在實驗室環境的量子雷達的效能做成怎樣 那麼他於是在這個實驗室環境之下做到一個初步結論 就是說能夠好20%這樣 那麼他自己也承認就是說 未來都還有一些的技術問題要解決 那麼其實這些東西擺得出來之後呢 就是我會覺得量子雷達的軍事競賽 應該是開始了的 那麼只不過現在你由法國這邊的消息那裡 你看到有人開了個波出來 那麼進一步你就會看到 就是越來越多這些可能是私營企業啊 一些國家的機構呢 就去真是發展一些可能是野外使用的量子雷達系統 那麼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量子現象走進到這個軍事科技領域呢 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 一是就是那個量子解密和加密的那條情報上的戰線 但是另外一個如果是參與正式在熱戰裏面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量子雷達 是變成一個正式的防禦系統這個日子呢 我覺得就因為這一則新聞就開始看到了 那麼除了在這個雷達方面有應 那麼量子的物理在這個禮拜有什麼新的呢 是的 另外一則是小小的 那麼我們可能就時間關係就輕輕大過了 那麼我們講到其實就是 人工智能啊 超級電腦啊 還有先前講到量子電腦那些呢 那麼大家都很喜歡聽的 那麼不知道大家在這個概念上 就是聽完之後是否同意呢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看到量子運算 是將會很快去完完全全呢 去將我們的 平時的那些超級電腦 用傳統技術做出來的超級電腦呢 是遠遠拋離在後面 那麼需要擔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隨著這個量子電腦的運算能力 越來越高 高到的地步呢 我們以前都講過的了 它會不會令到我們去拆 我們現在那些密碼的能力 是高了很多 令到我們現在那種 就是那種叫做加密的技術 用普通超級電腦都要解釋很久才能解釋到的 那些這樣的加密的技術呢 會是被破解呢 那麼其實這個憂慮是要來的了 隨著量子電腦已經是這麼厲害 那麼我們下一步就擔心我們的密碼 還能否守得住 那麼所以呢 你見也都很有迫切需要呢 我們發展一套呢 更加厲害的保密的系統 去幫我們做一些日常呢 我們認為最需要去保密的一些資訊傳說 如果你說純粹是一些我們用電話 社交媒體上面那些 傳個訊息給你那些那種 那麼你要保不保密多少 這樣通常就未必會很重要的東西放在裡面 甚至大家都知道 就不要隨便把你的信用卡號碼 就在這些社交媒體裡傳來傳去 那麼如果你正式 你是想登入一個銀行的戶口裡 你要去提錢或者去匯錢 或者去做一些交易 你也知道那種保密 是不是 甚至乎那些電子合約的簽署 你那些這樣的電子簽署 你怎樣可以做到一個 絕對是保密的一種這樣的交易 而是不希望被未來一代的量子電腦破解到的呢 那麼我們就很需要一種 就是更加厲害的保密技術 那麼剛剛這個星期最新消息 那麼值得是留意就是說 在這個維也納大學 我看到是維也納大學 我的心就比較放心 為什麼呢? 因為維也納大學在奧地利研究這些 理論層面的量子運算和量子加密解密技術 是一個世界領先的基地來的 甚至乎中國之所以能夠出到這麽尖端的量子人才 都有賴於他們能夠曾經在奧地利求學 那是有關的 那麼他們也都有人是拿了諾貝爾獎的 那麼他們呢 現在有人就初步提出一個 叫做量子的保密系統 就需要用到量子技術 就可以幫你那些銀行的交易 就能夠做得保密一些 那麼具體上它是怎樣呢? 牽涉到就是那種量子運算在背後的 你也都需要一條光纖去幫你這樣做的 那麼所以我想就是它需要一個獨特的器件 然後就是運用到量子的方法 來幫你去做加密 但是時間關係在這裏就講不到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當你去到用量子層面的加密技術 來對付量子運算的時候呢 你就受不了了 那麼很多時候量子的東西就是說 你是比較容易發現到 有沒有人去涉聽了你 那麼在這裏呢 但是暫時的技術是有在那裏 但是還不是很成熟的 那麼他們裏面提到呢 就是利用這種最新 相信已經是 就是沒有得破解的 這種量子的保密技術 來去做這些銀行的指令 來去做交易的話呢 還是挺慢的 你都是要用以分鐘計的時間 來將你的交易去慢慢完成 就是現在你都知道的 用得你那個手提電話的網上銀行服務 你過錢給誰 你Pay me 什麼都好 用秒計而已 你等幾秒你就搞定 或者你用手提電話 拍一拍了信用卡 錄一個卡 然後傳一個密碼來給你 這些全部你是以秒計就可以搞定的東西 但是暫時現在用到量子那套技術去做這個模型 還是以分鐘來計算 那就是我會說 隨著這個量子運算技術越來越成熟 都現在暫時都看得到 我們的量子保密技術趕不趕得及呢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第一個 似乎其中一種的實用的應用 有人去舉例出來說 我們應該可以發展到一套實用的技術 來幫我們保護我們的私人 具體的方法是什麼呢? 又是那個量子糾纏嗎? 它是不是用不了多少 我這裡暫時就說不出來了 因為它那個技術上面 在新聞報道裡面 不是很仔細的交代到它裡面是怎樣去做的 那你真的要知道 就要看到裡面的Paper是怎樣去寫的 可能這些都是秘密來的 因為講了給你聽 那些人又去了想的 其實是這樣說的 最簡單的那個層次就是說 你那些東西有沒有被人搞過、量過 有沒有被人去涉聽過 那你是會由那個量子原理可以告訴你 那如果那個東西已經不再安全了 你就可以作廢了它 那這個就是那個量子世界給到我們最佳的一個保密的保證 就是它這些東西只能被人去量一次 你量完一次之後你就會改了原本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 我們就要結束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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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